遮蔽大眾視聽 所以今天我們所看到 這已經是國民黨第二次宣誓說 黨產交付信託 但是第一次敗選之後 都去訪又沒有了 馬上又撿回來 這一次又是在總統大選前 又來一次交付信託 請問這一次是真的嗎 第二個 我大家都拿這本 因為這 黨產總說明 這本黨產總說明 別忘了在國民黨敲鑼打鼓 馬英九 張哲成開記者會 向全民交代 對 都說我們乾淨了 包括對三中的處理 好 我們都完全交割給華夏投票 華夏投票完全交給榮麗 好 今天這篇不知道什麼 這篇榮麗說今天 來說要告總統 不知道你告什麼意思 所以馬英九沒在八岑嗎 是啊 這篇我莫名其妙收到的 在指控他們買賣中營的密約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 NCC現在跟行政院的爭議 針對中廣的東西 都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只能說 當初馬英九跟張哲成 對外宣誓說已經交割清楚的 如今有這麼多的爭議 請問你這一次的信託 又是實在化嗎 人民可以相信你嗎 許老師 其實我剛才看立鴻這樣講 又看楊渡的說法 真的覺得很有趣 楊渡以前是 中國時報重要幹部 今天他為什麼會在 國民黨裡面當這個 所謂文宣主管 出來講說 我們今天黨產 為什麼要這樣處理 是因為民進黨政府壓迫的關係 結果中國時報 一個台北遜的報導 跟你講說 遮蔽大眾視聽 你們是為了遮蔽大眾視聽 中國時報應該去講說 楊渡 你過去做一個左派的問題 今天要幫黨產辯護 今天 甚至中國時報跟國民黨 出問題的時候 你還說把責任推給民進黨 到底 我覺得這篇報導講得很清楚 假信託 我甚至開始懷疑說 2008年國民黨是不是沒有信心 決定要把錢先匯到國外去 作為最後 海外基地 對 海外基地 海外流亡政府 我不知道 國民黨如果對台灣有信心 國民黨如果對自己有信心 國民黨如果對黨產的合法性有信心 你就放在台灣 否則真的 2008年選舉前 我覺得民黨就做一個文宣 國民黨已經準備要逃了 你這些人幫國民黨在那邊衝 有什麼用 因為國民黨已經準備要把錢 我再補充一下 榮麗公司在中國時報的這篇稿子 很有趣 你說國民黨準備在中常會 把黨產交付信託一試 表面上雖然可以解決 國民黨因黨產所累積的弊端 但是國民黨如果說這樣 就可以解決問題 未免太過一廂情願 不過當時不就是 中國時報去造成 是啊 所以我說榮麗投資公司為善 他是因為跟他跟中頭有爭議 他才終於要講良心話 說他這個黨產信託 只是在遮蔽大眾的事情 然後你要看 他也知道現在加到他自己的 是啊 但是中國時報的新聞上 並沒有處理 用台北訓 對啊 他只是榮麗投資公司的說法 稍等一下 來 您好 我懷疑中頭這個信託 到底真信託還是假信託 我們常理來判斷 如果是真信託 怎麼會給中頭的總經理 對 而且很奇怪的一點是說 他信託 就國民黨宣稱信託那家銀行 在世界上是蠻有聲譽的一家銀行 可是一個有聲譽的金融機構 難道他會不知道 中頭裡面還有很多帳 是搞不清楚的嗎 你看現在榮麗要告中頭 然後山中的交易 也搞得亂七八糟的 這樣子的信託案他敢接嗎 我很懷疑 所以我真的懷疑 這個真的是假信託 如果你國民黨真的要信託 你如果完真的 你也不用把錢放到新加坡去 你口口聲聲說你的黨產 留下黨產是為了照顧退休黨工 你就信託成立專戶 專款專用 這筆錢專門只能拿來照顧退休黨工 其他的用途通通不能用 我們來細數馬英九任內的黨產交易 我今天想一下 國發院雖然是連戰任內簽的約 但是在他任內完成交易的 你看國發院三中 現在所謂的中頭 是他宣示六月底下信託 有哪一筆是真正完成的 這筆是誰 如果 thousands作詞 都沒有屈中 可能 那不是 nig者 有哪一筆是誰 甚至是絆算的 不明是雙方 那些人 也很個陰性 叫我 不明是對 你由是 在山洛衛星 感谢观看